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希望大家能伸出运助帮帮我度过这个难过 现场的侨领和来宾纷纷慷慨解囊 都通过不同的途径为罹难家属争取更多的社会大众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帮助 在送走罹难家属后 朱峰秘书长和侨领们商讨如何用最有效的方式来帮助受难的侨胞 同时朱峰秘书长还感谢和赞扬了在座的侨领们 这十年如一日的服务社区 无怨无悔 他还诙谐地说道 外面有些侨胞说我们这些侨领们是傻子 但如果没有我们这群傻子的付出 我们的社区会受到更大的伤害 我们应该更努力地为华人社区的安全和谐奉献一点微薄的力量 众人石柴火焰高路遥芝麻利日久见人心 我们要做先行者去影响更多的华人同胞 一起来维护我们的权益 我们在座了多少人为了我们必须让这个十来年一直在库奉献 那么对桥舍对别人关心都做了很多事情 所以由你们一群热心的人 桥舍更加完美 更加完善 更加美好 我们就说我们做的是无形的东西 好多人都说 弄呀 插弄呀 找费劳呀 这话就这么回事 但是就是需要这些傻瓜 你要做一些 做一些是为整个桥舍 这个房子安定 很细无论度 有的时候 你不见得说今天 我们工作人员很可能想要说 你能不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了才说你办法 没有解决你办法就不算办法 实际上调查很多活动 各种各样的治安大家关心 都做了很多 你说这几大题 你必须要花那么多时间金钱 精力 哇塞 又要资方 这都很不容易的事情 他就弄呀 走那里 有可能就有个人这样想法 但是我们就是需要这些傻瓜 就是需要一步一步把他去做 虽然有的时候 这都是无形的正设备的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发生 就是该发生的事情 就因为你们有这个情 但是可能你看不到 很多人觉得这个没有过程度 你们就反而作业多一度多 所以说我们乔颖只能忍受这个 民众人说一说 他就说是 只能默默跟隐该做的事情 我们去做 我们自己认为正确我们做 我们也问心无愧了吧 来 这个视频